我和你很应该 各自好 各自坏 各自生活的自在 毫无关联的存在 直到你 出现在 我眼中 脱不开 我也占领你的心海 重施着你的空白 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 又离开 只留下在心里 深深浅浅的表白 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 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 我不明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Just take a minute Don't lose your breath Just take a step back from the edge Don't look back Won't regret it Been there myself I didn't know I needed someone Until I fell I'm all into the moonlight All day and all night All day and all night All day and all day All day and all day All day and all day So I 從來不敢揮霍上天賜予的優越條件 一直幾年하세요 如屢多面 努力做一個有態度 有底線的攻怪 ПП 加油 来 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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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可以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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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每一位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 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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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手 好 加油 好 我的手 好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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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喝 先听下来 喝到了 准备喝 我的马上就喝了 我马上就喝了 你能喝了吗 就这么白看吗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不是 等着打坏人吧 但不作恶 只是我的人生信念 并不是所有人 2019年6月8号 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背叛的字 在倒下的一瞬间 突然想起某个KOL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总以为万无一失 但现实 却总是冷箭难防 这辈子我从来没后悔过 但这一刻 我真希望有一个月光宝宝 能让时间到处 那么 我就不会参加这位孩儿堂 不会喝那杯酒 不会被这一张张笑脸中的某一张 欺骗 唐总 你怎么弄得过关公司 这次你给我们造成那一场 你得全身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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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全身陪伤 你得全身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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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慢慢不落的 客户要缩减预算 下个季度就要终止长期合作了 改为项目值 而且项目预算待定 这个月第三个了吧 形势不好 实体经济这么难 我朋友公司整个公关部门 才都只剩一个人 一个人 别聊了 你要走 你要走 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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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客户刚走 他听错了 别怪小子 带回小子 什么情况 小声点 怎么了 我跟蔡吾打听过了 咱们公司的流水 可能半年都撑不到了 半年 没看见老大 最近脸色都变了吗 老大来了 别说 老大回来了 老大 老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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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腰身是不是还是有点粗皮调整的 好 谢谢 老公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他这么忙自己挑自己哪儿注意不行吗 那这件呢 老公 他可以 可不可以 他说了不算 谁规定新娘买婚纱 必须征求新郎的意见 我来店里都三回了 喜欢的就那件 折扣您再低点 我这就买单 我男朋友不在怎么了 没见过女生自己掏腰包呢 要不然今天 我就让您开开眼 你笑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她说的不是你们 干吗玩游戏 跟游戏过吧 她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 你有没有好好看见她 我说姑娘 婚礼是你自己的 喜欢什么款式 你自己说了算 被什么样子都要问她 老实说 老实说 喜欢什么样子 要是我 我选她 不是 你谁啊 说你什么事啊 老公 我觉得这件黑色 真的挺好的 你闭嘴 谁喜欢穿黑的 招呼我呀 各位 这份策划案我看完了 怎么说呢 这样吧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谁知道 我为什么 做公关这行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我放弃了父母 为我安排好的工作机会 决定一个人出来 闯荡闯荡 看看能不能闯荡出一个名堂来 结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 在地下室住了三年 有一天我加班加到凌晨 一个人在办公室 翻开了一个公关案例 看到了里面的一句话 我记得那上面写着 那你还要留下纸 你会短时间 你一个人要是家 一边有干枉的人 现在能不能够 你也得以外来 女的有干枉 你怎么会在家里面 好吗 你这是一世的 那我去公開 你去公关事 那我起车 还要去公关事 那我李先生 我买了票 决定回家陪父母一周 虽然只待到第三天 我们因为不同的作息时间 生活习惯就开始吵架 但是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你们知道是什么 亲情最重要 要珍惜时间 珍惜眼前人 我明白了 创意 不过是用来蛊惑人心的 语言 不过是为了用来达成目的 连我这么一个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 竟然被文案里的一句话 深深打动 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公关 做好了 就能悄无声息 不留痕迹地改变世界 PR 公共交易 说白了 讲究的是说话 知道 但是 不论说什么话 走心是关键 真情呢 更不可承 所以请问各位 你们这份策划案走心了吗 走啊老大 还是没走啊 请问你们 如果你的策划案 你们为什么不把 倒数第二页 最后两个字挪到上一页去呢 不怕浪费客户的纸张 和阅读的时间吗 不愧是老大 让人改搞的理由 都这么文艺 对不起老大 我马上改 等你们改 已经来不及了 行了 都回家吧 走吧 老大都快走了 你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不用推推脏脏 有什么话直说 老大 咱们公司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你们消息都很灵通嘛 那您看 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呀 但是你们的心思 没有用到正比方程 过去一个月的业绩 你们自己说做得怎么样 难道自己不觉得丢人吗 老大 客户今天预算 一个个压了不少 要求还跟以前一样 我们真的尽力了 是啊 我们真的尽力了 我知道你们 很辛苦 也很艰难 这样 公司不管有任何变动 一有了确切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对啊 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别说 老大 老大 一个坏消息 男性今天出事了 你看 行 这条微博 刚发了不到五分钟 转发了你们过百万 评论不计其数 是他有点严重 门店就餐 三十人受中毒被送医院 老大 这事可大了 这么大的集团 应该有应急预案的吧 得了吧 他们的公关部跟摆设似的 冲击两个澳年会 要不然能动不动就找咱们吗 没错 马上启动危机应的小组 今天晚上 所有人留下来交班 是 喂 喂 请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这个 好 来 来 接下来 接下来 来 接下来 对 你先帮我邮箱好吗 对 没问题啊 我马上给你解决 对对 接下来整盘连述 来 叶总 不到十分钟 微博的阅读量 已经超过五百万了 您看 唐晨接电话了吗 还没有 公关部已经准备好 位机预案了 接着给唐晨打电话 打到他接为止 让他马上来南清 舒小姐 你还没事呢 不用了 我男朋友今天来不了了 这样 你帮我改到明天 明天我们一定来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那您请慢走 喂 请问是受病小姐吗 请问是业内炙手可热 数一数二 火好不黏人的 男公关唐晨先生吗 老大 这是截止 刚刚男性集团 全网的舆情监测数据 正是本人 今天晚上 出了点突发实践 所以要给你请个假 晚上不能回去 送哪个主子呢 叶老板 他们公司出事了 喂 喂 少编 你在听吗 我在 你 你能理解我对吧 好歹是同行 我只是 我知道 只是想劝我 不要跟男性合作 你的是合作吗 是加入他们成为男性的一个人体器官 是 他们实力雄厚 有可能解决你眼前的财务危机 那你以后就只能养人鼻息了 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老大 这是监测此次事件的全部内容 我现在有砝码了 现在事件对他们是危险 对我是机会 如果说砸了满灯 我就增加了跟他们谈判的资格 拖为上下 经营模式和拖头全都不动 还是原先的队伍 你就不怕天天通宵熬夜会猝死啊 我要死了 你不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 巨额遗产了吗 拖拖告诉你 我的所有密码 都是你的生日 我好感动啊 唐总是想让我继承你欠了三百万贷款的房子吗 所以我再跟你讲我有机会了 我的机会来了 明白吗 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忙了 等我消息 一会儿啊我给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您二位呢就冲我 咱们就笑得灿烂一点 咱们这个场地您也看见了 这么多二小时 拍出来的效果肯定特别棒 咱们先视角逛一下吧 三 三 三 看一看是不是特别好 像那个头身在这个花海一样 是不是特别好 特别高紧 看上所有资料 恭喜来西 好的老板 可可 老大 你负责公司各部门协调 确保一月二十四月有我们的人 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好 知道了老大 安丽 在 你负责全网航监控时日监测 第一时间向各部门汇报 好 交易 哎 媒体那边一定要稳住 声明一旦发出 让他们替我们发声 明白 杰森 政府那边等你了 好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工作 没有 没有 有 是 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他要是明天再来爽月 我就不嫁了 我带您去私奔好不好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什么 没有 叶总 这个微博下面呢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消息了 医院那边呢 也有我们的同事在守着 先封锁消息才处理造谣的员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总 你来我就放心了 大家都认识了吧 唐晨唐总 色列 带着你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唐总 所有决定性的事物 都听他的 好的 叶总 我一定全力配合唐总工作 行了 事我就交回你了 我先回去了 头疼 放心 你 既然叶总 把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给我 那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你什么意思啊 一来就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给否定了 事我直言 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 就是检验一家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候 公关部绝对不能靠堵窟窿 掩盖事实 缩头等风过 所有一切上不得台面的做法 都是在向外界证明 南星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企业 收购合同都还没签呢 唐总就跑到这儿来教训人 你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久 不会这点规矩的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是因为我不混 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 说实话而已 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吧 好 虽然我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 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请大家记住 公司的任何一个人 上至总裁下至保洁阿姨 每一个人的动作 言行朋友圈截图 都有可能使这次危机事件再次升级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太繁琐了 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四个字 把嘴闭上 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文件 这是我们调查的全媒体数据监测数据报告 医院化验报告 网民态度调查问卷 现在是八点四十六 事件已经发酵了四十二分钟 我们必须尽快发布声明 知道黄间二十四小时吗 那是你们 我一直秉承黄金一小时 甚至越快越好的原则 哥以前纸媒时代还可以的 现在人人自媒体时代 过个夜早就凉了 麻烦换杯水 谢谢 现在需要做好内部沟通通通知全体员工 不要随意对外发声 如果有任何人问其 同意引导公关部媒体接口人 第一 要跟写长微博的那名顾客积极沟通 了解其真实诉求 绝对不能要求其删微博观评论 第二 对已经出院的顾客 要关心其身体状况 安抚好家属情绪 第三 对还在住院治疗的顾客 要全程成立24小时陪务小组 这期间肯定会有记者采访 小组成员要做好配合工作 至于官方声明 至于官方声明 我们要透明公开的 把医院检查报告和卫监局的调查结果 公之于众 不可推卸责任 也不可含无其辞 第四 对于长微博里 当天的米饭是搜的这句控诉 不能正面应对 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 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 了解实情 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们的健康安全 永远是第一药物 把信息 Och Jun 和Garren 在看운데 你不要紧张 你先来看看 啊 你把人家看见 那你去联系 那你去联系一下 你请监控您 别要看了 让那你精革 但是那些东西 什么时候 我可以说 那没看 这个 这些东西 先水远 这个 以及那这个 应该回家 艺术环 很好 谢谢 师我们 model 買购号 致套 azi 生意 forbid 负责 我们生活 微博还有加几个 这边吧 你们这样看的东西 这里行 我说算了 这边还在这边 还是很大 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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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 是很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我们大家一晚上的辛苦努力 最新的统计数据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负面关键词和正面关键词 与我们男性资本的一个关联程度 这条绿色的线代表原量 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这条蓝色的线呢代表声讨 它现在是一个平稳并趋于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张图呢代表着我们的媒体指数 与上一张表格相同 都处于一个趋于平缓的趋势 所以代表这次的社会反响度 还是不错的 然后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没有关闭官方的微博评论通道 涉及到的关于满意 原谅 诚恳处理妥当 这些正面的关键词 迅速上升 关于差评 不解 愤怒 追责这些明显下降 这个是关于全国网民的一个态度调查 然后在广东 江苏 山东这些地方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负面的也只有五分之一 正面的远远超出 总的来说呢 我们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及时 而且效果很好 大家辛苦了 谢谢 大家辛苦了 谢谢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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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 回家睡觉 好 拜拜 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哦 对 这是你的椅子 不好意思 你坐着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 叶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呢 不好意思 咖啡喝多了胃不舒服 谢谢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咱们又不是敌人 而且早晚都是一家人了 坤 你刚才说有电话找我了 没有啊 哦 对对对 说了 有急事 您得马上回去一趟 那你不早点说啊 我错了 我来 快坐坐坐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 以后常来坐坐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舒总早 舒总好 舒总好 来 那衣服颜色可适合你 那肯定 是 业细是业细 可那张古瓜里长得特白 就跟这无数打多了似的 我不止一次听说啊 他在客户面前 没开眼笑 客户一走这脸就丑 天天一次高高在上 笑模样都没有 奖金没少拿 红门出了名 从来被寝同时吃过一顿饭 喝过一杯水 那两个事以后都不知道 从哪个批发路长收回来 来回来去中 还那俩假肉杯 来回来去的杯 我都不明白 他那些客户是怎么的 拿下来的 这处境不该 你怎么不敲门呢 不好意思 庞总 打扰您交涉根了 我有正式向梁总汇报 要不您哪天再八卦我 好嘞 舒总 我特别欣赏您这个 不利排放的劲儿 太棒了 那梁总 我先走 有事您叫我 老花的还是 有品位 复古 坐吧 梁总您现在方便吗 方便 方案您收到了吧 当然 您怎么看 你数什么了这 你数十啊 咱俩同属相 我今年四十二 你今年三十对吧 三十好啊 三十而立 像你这么聪明文干的女性 三十岁那就是 黄金年龄 üz儿 咱俩三十上 堂也跟他怎么样 按습니까 远程不齐人录音 听着 sabe 不不要 好好地 撤上去 好 你怎么跑过来了 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等电话你没接我就 就过来了 实在发现 忙得焦头烂额 所有电话都没有接 我知道 你先忙 忙完了老地方见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好 我先把这个会开完 你看 大家已经两三天没睡了 一会儿醒 小小姐 新闻吃了什么 老样子啊 好的 稍等 好 你昨晚发给我的 危机公关处理方案我看了 不错 但是你的方案 跟拓维公司 目前采取的措施 基本一样了 公司普遍认为 是你泄露给拓维的 也就是你的未婚妇 我觉得你们要那么愚蠢吧 你要真想帮她 何必要把方案给我呢 我们几次争取跟男性合作 都没争取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想跟他们合作没那么简单 尤其不能像对待 普通客户一样 远远不够 我再强调一次说明 我需要的不是执行者 而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请您相信我的能力 我一直在做有关男性集团的 客户分析 你还是没明白我意思 这份升职通知 不仅代表了你能有 更高的职位 更多的薪水 同时也是你人生 走向了分水岭 这么说吧 那作为一个好的决策者 必须要懂得杀法决断 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 都不错 辞职 做个幸福的小女人 相互交子 享尽添乱 升职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 改变自己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事老了 我不懂了 赶紧吃饱菜都凉了 饿了吧 嗯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段时间太忙了 没好好陪你 回头咱放个假 咱俩出去度假 喂 喂 喂 嗯 嗯嗯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出来一会儿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好 咱们进边说 嗯嗯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今天 喂 喂 是已经打过电话了 这样你们先把这些事情 全部把它讨论清楚 然后呢我回来咱们再对 我二 好好十五十五分钟 好 服务员 你好 换个杯子 喂 你先让我这个 喂 知道了知道了 他没跟你说吗 你们你们不能重复打电话 好吧 好 好 要不你先忙吧 马上 嗯 对不起 我错了 什么事 你说 我心耳工听 话 你这么做 你 меня想拥救 好 现在 为什么 要不给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